你好,我是钢琴调音师傅汤生 一年几集我们都会探讨一下 不同钢琴产地出产的钢琴有什么不同 我们首先会看看中国和韩国做的钢琴 大家都很关心价钱 我们就先从价钱讲起 我觉得新琴来说 现在就是2011年的年底 三万或以下算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你选择中国或者韩国做的钢琴 就先要受得住它的声音 因为大陆来说他们的音色是偏压 偏雅和集音会比较多 保养方面要注意 他们的零件比较容易损耗 他们的质素、木料等等 也会比较容易受这个湿度所影响 本人觉得钢水质素会参差 他们的手工方面也会在很多产地来说 算是比较差一点的一类 他们的QA的质素 即是它的质素控制 就不会那么容易控制的 所以也会令到整部钢琴的稳定性会变差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长期要开住防潮管 第二,整个地方要保持干爽、干净 第三,就可能需要更加频密的调音 这一方面就需要你跟你的调音师傅去谈一谈 究竟多频密才是足够 希望今集的内容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钢琴的问题 可以直接在我的网站留言 也可以把你的问题email给我